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交易模式的叫D战法 那这个版本是2017版 熟悉的这个同学应该知道 咱基本上一路走下来 有N多个这个版本了 那这个2017版应该是最新的这样一个版本 每年的这样一个年底 咱都会对这个战法的一些小细节 进行一个起始 那2017版新添加了两个交易的子模式 然后系掉了一个子模式 目前应该是有六个交易定时构成 六个交易子模式构成 那这个D战法交易 又出为叫做量化的一个交易 我的终极的一个目标是这样的 终极目标最好是能为电脑 雷进行自动的执行 然后每天我只仅仅是监测 他执行的这个策略是对还是错 有没有断电等等 为什么要这么这个做呢 其实人呢 不管这个交易的模式 是不是你自己发明的 在执行的一个过程中 有的时候还是会一倒手软的这个时候 你面对这个大盘的疯狂的这样一个上涨 或者是说突然间的这样一个暴跌 有的时候出手 还是会有迟缓的 包括面对这样一个资金的朝涨朝落 心态上一定会有波澜 过而我的终极目标就最好能够让他 由电脑来进行执行 把我的这个思路 由转化成这个机器的语言 然后通过这样一个楼器串起来 电脑去自动执行 那这就是最完美了 那电脑目前能够执行我的这样一个思路 大概是现在能做到的是一半了 已经能做到一半 那这一半的这个收益这个曲线呢 大概是这样的 这个选择是2013年到2016年的完整的这个四年 那这完整这个四年 它非常具有这个代表性 有牛市 有这个熊市 对吧 熊市 因为股市的一个启动是从2014 这波的一个牛市 前一波的这个牛市一个启动 是从2014年的7月开始 那2013年显然是一个熊市 对吧 2014年到2015年的前半段 它是一个牛市 牛市 2015年的这个后半段呢 遇到这样一个股灾 2016年呢 基本上是一个旧市 有熊市 有牛市 也有旧市 那从这个收益一个曲线图来进行看的话 熊市 它也是一个缓慢的一个上行 而牛市呢 或者是说股灾期间呢 它这个政府明显这样一个放大 那旧市 危险的这样一个异常的一段 是在旧市的这样一个市场环境下 它好像遇到一定的问题 这个收益的一个曲线在 2016年没有出现一个稳健那个上行 这是值得我进行思考的一个问题 这说明个什么呢 说明在这种非正常的人工干预的这样一个市场中 量化交易它可能会遇到问题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 咱拿某一天 单边的一个下跌 按照市场的这个正常的一样一个逻辑的话 单边下跌很容易形成三级以上的这个 就前天的这样一个单边那个下跌 但如果是说遇到这样一个旧市的一个市场 它就会强烈的一个扭断 导致这种逻辑 你通过书记 或者正常人的这个逻辑的一个判断 完全跟市场最终的这样一个结果 它是不相吻合的 所以量化的这样一个交易 其实怕什么呢 怕这种人工干预的这种市场 人造势 那总理跑下来 这个既有代表性的这个四年的话 他这个收益的起限 总理看还是还算还可以 可以看的 这是这个量化目前的这样一个情况 它六个子模式 目前只帮我执行了 能够实现了三个 慢慢应该六个都能够这个实现 那这不是今天咱讲的这个重点 这仅仅是一个开头 咱今天讲的重点是这个后半段 我要把这个交易 地站法的这个交易 也交汇大家 那咱分两堂课来进行个讲解 每堂课呢 讲三个交易的子定时 或者叫子模式 那说到这个地站法的前世啊 金僧啊 其实这个一路走下来 还是比较这个坎坷的 咱如果从时间的这样一个追溯的话 应该是从2009年开始 就琢磨着啊 思考这个短线的极乐的这样一个交易 那当时选择的这样一个标的呢 是权证啊 股票的啊权证啊权证 因为当天他可以买进卖出 后来慢慢的啊 发现了一个新的一个标的 就是国有期货 那当时的国有期货 还是一个啊 仿真啊 仿真式的这样一个国有期货啊 然后还有啊 少部分的这个同学 讥笑我们啊 这个国有期货 他认为国有期货啊 要开出来在中国啊 要开出来 哎 还是比较难的啊 所以讥笑我们啊 最后呢 啊 事实上啊 这个我们经历了 在2010年 经历了十轮的这样一个培训 培训了三百个这个 国有期货的这个交易 交易的这个学员啊 而非常一个幸运的是 正好意义上了 国有期货就开出来了 在2010年的4月16号啊 那整个这个啊 咱的这个研发啊 包括这个技术的这样一个储备 哎 经历过这么多年 我认为啊 应该还算可以了啊 在这个市场中 当时咱的这个成交量啊 在国有期货刚开出来的那段一个期间 国有期货的这个成交量啊 占到啊 市场总成交量的百分之十几啊 十几啊 应该算啊 团队中在 以团队的这个阵营出现啊 应该在前国啊 算啊 南波旺吧 啊 好 这个是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脉络 当然啊 我要觉得啊 目前学这个国有期货比当初交五万八啊 或者当时的这个学员应该信服的很多 这一路走下来 我也见证过啊 一天赔几十万上百万啊 上百万几百万啊 很短的这个时间蒸发的啊 同学啊 整个这个走下来其实还是比较的一个坎坷的啊 这是个负能量的一个东西 当然也有正能量的 我也建立啊 见识过啊 有六十万啊 变成这个四千万的 关键一个什么呢 关键还是去 发现啊 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和你玩啊 有的人就适合做这种 有的人确实也不适合做这种啊 但啊 整个摸索的这个路啊 已经结束了啊 目前给大家这个展现的各个这样一个套路 都应该是比较的一个成熟的啊 比较成熟 所以我觉得各位应该是比较啊 幸福啊 比较幸福 这个东西 还是可以既尝试啊 尝试啊 最后找到看是不是适合你 好吧 好 这是啊 大体的一个啊 它的一个脉络 那好 咱讲讲 先讲讲这个啊 图形呢 这个分形啊 那波动的它的一个分形 那波动的一个分形指的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就有 市场的一个形态啊 其实有不同的一个种类 你像这种 从头涨到尾的这种市场 咱们称为叫单边式啊 单边式 那像这种 那像这种 时不时的在这个均线的这个上方 时不时的又在这个均线的这个下方啊 这种叫做震荡式啊 震荡式 它跟前面的不一样啊 这个跟前面的一个图形 它是不一样的 这个图形基本上都在蓝色这条那个均线的这个上方 分时的黑色这条那个线 那这个呢 基本上是维尔劳这个均线呢 上下的这样一个穿梭 那这种市场啊 把它称为震荡式 它的一个阵幅 是不小的啊 不小 上下加起来估计接近百分之二 跟里南大单边式的这样一个政府 也都相似啊 相似 但唯一的不一样的 就是它那个形态 就是一个震荡式 那如果是说这个政府更小的呢 也就是说从震荡式中 把这个政府偏小的这个市场宅出来 那它就是一个叫牛皮式 牛皮式一般情况下定义 它的一个正幅应该是小于0.5啊 上下的这个正幅 加起来小0.5 那这就是传递出了一个信号 是一个什么信号呢 其实这个书名的一个意思啊 要给大家暗示的一个意思 就是市场有不同的市场风格 有单边式啊 有震荡式 有牛皮式 它进一步暗含的一个意思 就是说 不同市场之下 其实应该采取不同的交易的一个策略 我还没有 见到过 某一种策略 它能把所有这三种市场 统一拿下 也就是说 包治北病的这个药 究竟存不存在 我认为啊 在七指这个市场中应该是不存在的 所以要分清楚不同的市场风格 有不同的这样一个市场风格 采取不同的交易的一个策略 那市场的一个风格 刚才咱说到 从这个有这个单边式啊 单边式出现的这样一个概率啊 是偏小的啊 所以这个图啊 它更薄啊 而震荡式呢 出现的这个概率是更大的 十天中可能只有三天 当然是单边式 有七天 它是一个震荡式啊 震荡式啊 当然震荡式啊 也包括这样一个啊 你要把它啊 细分开来的话 有单边式震荡式和这个牛皮式 就把震荡式啊 从这个什么呢 把牛皮从震荡式中摘出来 那这个同意还可以合成 还可以合回去啊 其实市场总体看下来 就两种市场啊 单边式和这个震荡式啊 你要笼统的来进行概括的话 那其实啊 市场啊 单边式和这个震荡式 等你只有走完了以后 你才能发现 对不对 它是单边式和这个啊 还是这个震荡式 市场的这种风格 在看盘的啊 某一个小时 或者某半个小时 而你看出它是一个单边式 但它是会出现一个转化的 也就是说市场的这个风格 它是会转化的啊 这种风格它是会转化 它有可能有单边式啊 的头配搭着啊 震荡式的啊 腰然后呢 牛皮式的尾巴啊 是有这样一个可能性的啊 同样的啊 震荡式它也会变成一个单边式 震荡式的这样一个头 或者牛皮式的一个头 然后呢 走出一个单边式的啊 腰和单边式的这样一个尾巴啊 总体这几张图要告诉大家的是 市场的一个风格 其实是会转化的 那对于这个市场风格啊 我想到的这个策略 刚才咱说啊 就不同市场风格下 你要制定不同的交易的一个策略 你看这个单边式啊 我选择的就是用这个叫地地点 而这个震荡式呢 选择的是用这个第二点 F点啊 5K点啊 5K点啊 由单边式转成这样一个震荡式呢 选择的是一个P点 当然在今天我就不讲P点了 啊 因为P点出现的这样一个概念还是偏小的 由震荡式变成一个单边式呢 有工房启动点 有盘面资金异常的这样一个点 注意 你眨一眼一看啊 这个基本上你就听不懂了 什么点 这点那点啊 其实他传递出来的这个意思就是 不同市场 环境下啊 要制定不同的交易的策略 还要啊 针对市场风格的这样一个转换 变轨 你也要想到啊 不同的交易的链 这样啊 再把这些不同的交易策略串起来 这个时候啊 交易的啊 大的框架啊 你才能说圆满啊 圆满 注意也别担心这个各个交易的这个定时啊 等一下咱会展开 随后啊 最主要啊 讲的这个内容啊 就是啊 这个展开的这个各个的啊 字母啊 字母的这样一个含义 好 那说了这么多 无非 第一个问题 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判断单边市 震荡市和牛皮市啊 如何判断市场的一个风格 那你有什么样一个好的一个方法呢 你不能说等走完了以后 你发现它一个单边市 然后再去找单边市的这样一个策略 从头拿到尾 这显然是不对的啊 不对的 这是股评做的啊 应该在一个什么呢 在某一个段啊 走了哎 半个小时 或者走了十几分钟 或者最继续走了啊 一个半小时 你能发现它是一个单边市 或者是说啊 能发现它是一个牛皮市 或者一个震荡市 而不能等走完以后 你再到过头来去匹配交易的这样一个策略 这显然是不对的啊 那如何早呢 这个早来早去 我最后发现的一个指标 就是天狼中的啊 叫大单流向的相对成交额这个指标 注意是相对成交额 像图中这个指标啊 它的这个算法 它是有这个大单 我习惯把它称为叫大单那个相对值 那它有大单的这个流向啊 大单这个流向结对值 去除上啊 当时的市场的总成交额度 哦成交额度 再乘以100得出类的这样一个值 你像图中的这样一个值 你要从这个大单流向来进行看的话 它是流出收盘这个节 是流出168.58个亿 那市场的这个成交额呢 是900多啊 这个5000多 5970个亿 那它一算 你看啊 有这个值 这个值 再起比上哪个值呢 再起比上啊 这个值第二个圆圈的这样一个值 啊 然后乘以100得出来的这个值 那这个值就是2.83啊 那是不是2.83呢啊 想来应该这个值就对应的是2.83啊 2.83 就这个值啊 那这个值怎么用啊 先说明它的这样一个含义 怎么用呢 也比较简单 咱看啊 像这段期间 它就基本上呈现出来的是一个什么呢 它走过来 其一开盘这个节点呢 正的2.89 一上来就是一个震荡式 或者叫做牛皮式 牛皮式的市场风格 跌下来也就负四 对不对 再弹上去 所有的这样一个点 基本上就在正二到负四的这个期间内的一个波动 那说明它就是一个啊 震荡式 或者叫就是一个牛皮式的这样一个啊 大单的啊 波动值 因为市场的这种涨跌啊 其实是大户资金的这种买进和卖出 或者它的不作为导致的啊 它的背后故事就是这样的啊 公众的这样一个资金 其实更多的起的一个作用是助涨助跌的一个作用 哦 它不起到市场的主导的一个作用 主导作用应该是大户资金 它导致的 那最后结果它就有一个牛皮式的一个风格啊 牛皮式的风格啊 好 那判断市场的一个风格 咱找到了啊 指标 那第二啊 咱学习经验啊 这个指甲炉在波动的一个范围啊 大的那个相对值 在正负四的这个区间之内啊 它基本上就有个牛皮式啊 特别在这个正负三的这个区间之内 它基本上对应的市场就是牛皮式分时形态 那对应的这个盘后K线呢 就往往都是十字星或者小阴小阳线 那当这个值突破以后 哦 由正四到这个正六的话 那基本上啊 这个就是一个震荡偏多了 有倾向啊 今天安安大户 哦 想有所作为 那对应的这个盘后的这样一个K线呢 往往都是中阳线 中阳线 那当这个值一旦越过了正六 也就一百个亿里面 有六个亿是大户的主动性的买路 哦 那这种市场对应的 往往就是单边上涨 单边上涨 那对应的盘后K线 往往就是一个大阳线啊 或者中阳线啊 那反过来一样的啊 负六到负四呢 是一个震荡偏空的啊 对应中阴线啊 负无穷到负六呢 那就是一个长阴线 那这就是说把这个指标啊 进一步的量化了啊 而且划分了 它就这样一个期间 期间 好 这就基本上搞定了一个什么呢 搞定了市场 它的有风格啊 那一般情况下概括起来讲的话啊 就是去看大单相对值 过不过正 过不过六 哦 如果过六 就是一个单边 要不单边上涨 要不单边下跌 呃 如果它不过六 那基本上它就有一个震荡式啊 采取了一个策略 那就一个震荡式的这样一个交易的一个策略啊 这个方法 它就避免了什么呢 避免了你等到走完以后 你再来进行看 它是根据你出手的这个力度啊 从开办这个节点到当前这样一个节点 大户买进的额度 有的时候 一上来 它就一个单边上涨啊 一睁眼你就能够看到 它是一个单边上涨 或者一个单边下跌啊 确实能遇到这种市场 有的时候 它也需要走到一段啊 你才能发现啊 有的当然还有的 这个时候走到啊 它有一个震荡式变成一个单边式 那这个看出来 它就有的时候就会更晚啊 更晚 这就是去反映市场的客观哪一个现实 那第二个这样一个问题 如何判断市场随后分时是一个上涨 还是一个下跌 这是第二个要处理的一个问题 随后市场是涨还是这样一个跌呢 你通过什么指标来进行看 分时上的这样一个涨跌 一般情况下是指 随后五到十分钟内的这样一个期间 分钟的这样一个级别内 是涨还是这样一个跌 那找到这样一个指标吧 目前找到是一个大单的一个动力值 一分钟的这样一个大单的一个动力值 它代表了一个含义 就是在这一分钟之内 市场是大户是进买路 还是进买出 那大体的这样一个看法吧 起初的这样一个看法 最简单就是比大小 你像这样 如果是说蓝风比这个红风大 你要看一个组合 注意看一个组合 不是单独去看蓝风 看完蓝风你还开启看红风 蓝风比红风大 那市场就是一个回落 随后的短周期就会出现一个回落 如果假如红风比蓝风大 红风比蓝风大 或者差不多 那如果差不多 它就没有方向 反过来 你看啊 蓝风比这个红风大 蓝风比红风大 市场就呈现一个滑落 蓝风大的 你红风的根本就出不了手 那市场就呈现一个单边的 往下跌的这样一个征兆 如果反过来 红风比这个蓝风大 红风比蓝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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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市场就是一个震荡的一个攀升 所以这个值对于分时短周期的一个波动 还是蛮有意思的 它相当于两个打在类台上 打前击的这样一个前击手 如果红的和蓝的 蓝的打的红的 根本就没有招架和还手之力 那显然这个整个比赛的一个结果 你想然就能够猜得到 或者随后的这样的 五到三到五分钟 你就能够猜出一个结果 如果三到五分钟能猜出结果 随后的三到五分钟 你也能猜出结果 那就一段一段 相当于手电筒一样的 你能够看清脚下 三到五米 然后你随后再走三到五米 你又能看清楚前方的三到五米 其实整个市场 你就拼凑起来 这种信息的一个碎片 一拼凑的话 你就能够看懂 整个市场 唯一会错的 可能就是一个 转轨的这个节点上会错 那这个错也是一个小错 对不对 相对于你的这个大银 雷甲 它就一个小错 这是说到的 一分钟的这样一个 大单的动力值 大概怎么看 但不能用这个比大小 这是比较的一个粗略 它会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呢 比大小 会遇到两端的这个时候 就会出现错误 当这个能量啊 它都非常小的 这个时候 你飞的比较那个大小 其实它是没有意义的 两个都是矮的 你飞的挑出一个高个 没意义 而当两个都是能量超高的 这个时候 其实都是有 我经常把它称为有无效 都是有效的这样一个能量的话 你要去比较大小 也会出现问题 也会出现问题 所以在两端的这个时候 是会比大小 是出问题 那怎么来进行一个量化呢 去找到量化的这样一个数据呢 我找到了 它的一个评测的一个标准 这就过渡到叫大单动力的 有无效的评判的一个标准 因为评判的一个标准 以前 我在这个成交量啊 在2000亿 2000亿 上海成交额 在2000亿的时候 2000亿之下的这个时候 我一般用这个3000万 3000万 但后来慢慢地发现 开不进这个仓单 在这个2015 2014年牛市启动的那段 那个期间 发现开不出仓单 因为为什么呢 动不动 它都有效 双方都有效 你是开不进这个仓单 你的开仓的这个节点呢 无非起节 也是说某方有效 反方无效的这样一个点 对不对 正反对你来讲 都有利你才出击 那这个量化呢 最主要去看 十点钟的这个成交额度 由根据 为什么看十点钟 这个成交额度 有半个小时 基本上就能 拼出前天的成交量 这个也是比较准的 看半个小时 基本上就知道 今天的能量 大概是高还是低 那高能量 匹配高的这个大单动力值 低能量呢 匹配低的这个大单 那个动力值 那如果讲 这个市场的这个成交额 都是在0到2000亿的话 那匹配的一个动力值 就是政府3000万 作为一个有无销的一个标准 那当这个能量到2000到 2000和3000亿的 这个期间之内的话 那匹配的一个动力值 是6000万 3000到4000亿呢 匹配的这样一个动力 是9000万 追它的规律 也就是说在2000万亿以上啊 每增加1000亿 你动力值增加3000万 动力值增加3000万 好 4000到5000 1.2个亿 5000到6000 那就1.5个亿 这么这么累加 累加 最高市场 咱见识到1.3万亿啊 动力值用多少呢 1.3万亿用3.9 3.9亿的这样一个动力值啊 3.9亿的这样动力值 那好 这个是大体的这样一个规定 那其实通过10点钟就能够 刚才咱说到 通过10点钟就能够找到 市场的大体的成交额的一个分布 那怎么来进行算呢 也就有10点 注意 参照的是上证指数 上海这边的成交额度 10点钟最后一秒啊 注意是10点钟最后一秒 这个能量啊 图中的这个能量是1332.3 好 那这个值去乘以多少呢 乘以4 乘以4 大概就是前天的这个成交额 乘以4 那这个能量你会发现乘以4有1330 32气乘以4大概等于5328 5328约等于5000亿 约等于5000亿 那动力值由5气乘以0.3 因为一档是3000万嘛 5气乘以0.3的话 得到是1.5个亿 那动力值就是用图中的这个红色 这个1.5个亿 5000亿的这个市场 就用1.5个亿的这个 搭在那个动力值 那如果是说用1.5个亿 注意啊 还要说明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不是乘以8 因为一天中啊 盘头的这个流速 是前天流速快一倍 所以不乘以8 仅乘以4 就得出了前天的成交额度 不信各位去估算 根据这个啊 去估算市场的这个 这个成交额啊 前天的这个成交额 还是蛮准的啊 这个经验值还是值得分享的 好 这就是说完了 大体的这样一个意思啊 动力值的有无效的一个 判断的一个标准 咱就走出来了 那根据这啊 那显然就能够 图中你看啊 往下打是一个有效的 2点多个亿 1.5个亿作为一个有无效嘛 往下打是打出一个 两个多亿 那就是空头有效呗 蓝峰有效呗 反正起来的这个红峰呢 仅有多少呢 仅有 也达到啊 1.84个亿啊 是一个有效的 那正反都有效 那这个节点上就开不进去 一个仓单 仅有是说这个值 反向的这个红峰值啊 不到1.5个亿 也才会是一个 开仓单的这个节点 好吧 这是 说完了啊 动力值的啊 在十点钟的一个 评判的一个标准 那同样的注意 动力值会有一个升荡的一个问题 和降荡的一个问题 什么时候要用升荡呢 那在这个图中的这样一个节点 注意看啊 这个时候 成交这样一个额度啊 仅有四百多个亿 四百多个亿小于五百个亿 小于五百个亿意味着动力值仅 采用三千万就行啊 因为四百多个亿 前天的这个成交量 你去估算的话 它应该是小于两千亿的 小于两千亿直接用三千万 三千万的话 注意市场在这个节点上啊 十点钟这个节点 市场风格也是一个震荡式的风格 是一个负三 负三 但慢慢的变成 你看啊 这个节点啊 咱说刚才说了啊 算出用三千万 四百二十五个亿 四百二十三 小于五百个亿 十点钟只要小于五百个亿 那就基本上就是小于两 以前天成交额就小于两千 两千亿 小于两千亿 那用三千万啊 好 那但是慢慢的 它的市场风格 变成一个单边式啊 注意它市场风格 发生一个改变 十点钟看的 和你五间看的 它出现了一个改变 这个时候就要会涉及到 动力值的一个升荡问题 也就十点钟 如果你这个判断啊 出现了偏差 在五间的这个时候 你要调调调一档 如果假如是说 这个大单当时的这个相对值 它不到负六的话 不到负六 哦 那就不需要调 如果是说 它量度中的这样一个节点 它就到达啊 负六了 过了负六 哦 有负三变成负六 市场风格发生一个改变 那这个时候动力值要往上加一档啊 有十点钟判断的三千万 往上加一档也就六千万 那今天的这个成交额应该可能是过两千亿的这样一个市场 过两千亿的这个市场 好 那有升荡就会有降荡的一个问题 所谓降荡呢 就是刚才的过程的一个啊 反向的一个过程 就在十点钟这个位置上啊 你判断它是一个单边上涨 你看在这 十点钟 嗯 相对值过了六 过了六 对吧 啊 成交这样一个量呢 是六百多个亿 六百多个亿 六百六 六百六的话应该是落在六千万啊 六千万的这个期间嘛 啊 你用千倍 六百六十七乘以四嘛 啊 是超过两千五吧 啊 两两千五 那千倍七等北北四十五路 应该是约等于一个三千亿 当天那个成交量有可能在落在三千亿 三千亿的话 用三七乘以零点三 动力值应该就是零点九亿 就是九千万 十点钟判断要用九千万 但到达你看啊 到达啊 十一点半的这个时候 市场的变成一个什么呢 变成一个震荡时 他们不过六了 啊 不过六 不过六 哦 那就要换档 往下降一档 九千万往下降一档 啊 就是六千万 因为每三千万才一档嘛 对吧 三千万六千万九千万 好 那这就降档的一个问题 降档问题 你看前天他没有去过一个什么呢 最后的这样一个结果就没有去过啊 三千亿 两千五百亿 也就是说虎头蛇尾的这个行情 他最好走出啊 前面一个大户进攻的力度比较一个大啊 但在五间的这个时候来进行看的话啊 他又是一个震荡时的一个风格啊 震荡时 那就往下降一档啊 这个是一个啊 动力值的升降档的一个问题 好 这就说说完了啊 一个跟以前比较复杂的 比以前稍微更复杂的一个用法 好吧 好 那地战法其实就是讲的就是两个核心 这些都是铺垫啊 两核心 但你必须会啊 一个核心这个初线条市场的一个风格 究竟他是一个啊 震荡时还是一个什么呢 单边上啊 还是一个牛皮市 另外一条呢 现在是一个细线条 细线条也就是说啊 你应该往哪一头压住 你是压多头还是压空头啊 你应该落脚点应该落在哪个位置 你是压在十点钟还是十点半还是十一点半啊 时间节点啊 也是靠这个动力值来进行一个把握的啊 那把握住了这两个核心 这个地战法基本上啊 很多的交易定时都是根据这个来进行衍生出来的啊 那咱就进入到这个讲交易定时 这就是子模式了 那第一个啊 就是单边式啊 单边式的叫地地策略 那所谓地地的一个策略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地战法的顶级的策略啊 叫地地策略 其实啊 在地战法在早期的这个时候 对于单边式啊 一拿一个准 一拿一个准啊 一拿一个准 那到当前这样一个市场 人造市场中 地地也特别这个单边下跌啊 啊 不是非常好用啊 这个成功率明显下降啊 明显下降 它在这种非正常的一个市场中 嗯 会受影响 但在正常的这个市场中蛮好用的啊 啊 地战法的顶级策略叫做地地策略啊 也俗称叫上高速啊 你看这 啊 市场啊 它不会 一上来 它当然也有一上来就有单边式啊 你看在这是走的 一端的这个时候 它出现一个单边式啊 前期呢 大单那个相对值 它是不过六的啊 不过六 走到一段的这个时候 它变成 嗯 过负六了啊 变过负六 注意这个过不过负六 就是结合你的这个下单点来进行看 不是去看它的波动的区间啊 是结合下单点来进行看 有出现空有效 你看 结合下单点来进行看 那无非也就在这个节点上啊 看一眼啊 然后在当前这个节点上看一眼 在这个节点上看一眼的话 它就不是单边式 但在当前这个节点上来进行看的话 它就一个单边式啊 它出现了一个什么呢 出现了一个空有效 反周起来出现一个无效 然后相对值出现过负六 这就是一个标准的滴滴 开空单的一个点 那它的开空单的一个策略 首先一分钟的一个动力值 必须是 某方有效 反方出现无效 某方有效 反方无效 那某方 正方和反方就跟进你 做空还是做空 你要做空 做空 那蓝峰就是你的正向峰 红峰就是你的反向峰 那要做多 那红峰就是你的正向峰 蓝峰就是你的反向峰 正反式 根据当时应该下空还是下多 那下空下多 就是根据你这个两个值 比大小决定的 对吧 因为那个大单动力值 出现某方有效 反方无效 那相对值 注意是 你这个值所对应的 动力值下单点所对应的 大单一个相对值 是不是过六 过六 那他就是滴滴 标准的滴滴开空单的一个点 注意这一天 十点钟这个动力值去估算的话 当时应该是 能量是比较高的 应该是七千亿的市场 七千亿的市场 千位其长 北位四十五路 那就起七千亿 乘以0.3 每一档是0.3 那就2.1个亿 2.1个亿的话 那显然这个市场就出现了 你看蓝峰出现一个 能量是明显过 达到负的7.53 对不对 反向这样一个 红峰呢 不到 不到 2.1个亿 那相对值又过了 什么呢 过了负6 那这就是一个标准的 滴滴开空的一个点 反向峰 仅有五千多万 一个亿都不到 那上证指数注意 仅有上证指数 分式形态出现缓平勾的这样一个节点 才是一个开仓单的一个节点 开仓单的节点 上证指数 在推动的一个过程中是不去看值的 仅有走出 推动结束 逗留出现走缓 或走平或走勾 其中某一种 这个节点上 你再去看动力值 是不是出现了 某方有效 反方无效 相对值是不是出现过负6 这个节点上 如果满足 那他就有这个标准的滴滴开空 在那个点 最后 跌倒翻不了身 也就是说 在单边市场中 他注重的是方向 而不注重那个位置 而真大市场中 他要注重位置 对不对 既要注重方向 也还要注重位置 牛逼市场中 那就更是 还要注重角度 对不对 那他的一个平仓 的一个策略 就是只要动力值出现反向 有效 注意 反向有效 且正向无效 才是平仓的一个策略 不是一反向有效 你就平 这样是不对的 是反向有效 正向且无效 也就是从一分钟 那个动力值上来 仅从一分钟 那个动力值上来看 出现可以开反向舱单 的这个时候 才是出现平仓点 还有一个策略 就是空间止盈 空间止盈的话 一般情况下 我现在 以前跟大家交 交流过的这个策略是20个点 保五个点 30个点 保十个点 40个点 保十五个点 也就是说 其实 60个点 保一半 60个点以上 保一半 也就是 最大服务营 保一半 少五个点 当然你也可以保一半 保一半 好 为了更好记得话 一半 少五个点 我采取的这样一个策略 目前是 好 就是说到这个空间止盈 空间止盈 动力平仓 有两 这个平仓有两招 滴滴的平仓策略 两招 说吧 动力平仓和这个空间止盈 那这个显然一路下来 他都没有平仓策略 因为动力值 采取2.1个亿吧 反弹的最大洪峰 是挣的1.4个亿 所以 也平步这个仓单 就必须从头拿到尾 对吧 从头拿到尾 你看在当时的这个时候 看好像是在一个 偏低的一个点 为开的空 但最后走下来 低了还有更低 这就是单边市场 位置 其实是一个相对一个概念 咱拿一个 再看这个低地的一个多单 当天的这个动力值 采取的是 10点钟判断是1.8个亿 1.8个亿 那好 1.8个亿的话 那现在这个洪峰上 他这个出现一个 开仓的一个节点 你看这一路走下来 可能都会有出现 开仓的一个节点 但开仓的一个节点 是不是触发了低地呢 这就未必 那到目前这样一个节点 他就触发了一个低地的 开多单的一个点 为什么呢 交易这个节点上 出现了洪峰出现一个有效 蓝峰呢 出现一个无效 那他所对应的 大单的一个相对值 又是过正6的 上证指数 走缓平 高的这个时候 相对值是过6的 那在这个节点上 就是一个开 不单的一个点 有人讲到这么高 还敢做多吗 大盘都已经涨了 2.4级了 但交易这个策略 他发现 告诉你是一个单边上涨 单边上涨就是高了 还有更高 你看最后 在3948开进去以后 才一半的 对不对 基本上就是狙击 回过头来进行看 这个点位是不是 就是当时的半三腰 对吧 所以 仅从形态的这样一个角度 来进行看的话 有的时候 你是下不了手的 但从这个策略上 他告诉你 要开 对吧 那这个开进去以后 基本上 你看他反向就不打蓝峰 1.8个亿 你看反向峰最大的 负的1.04个亿 所以基本上就从头拿到尾 从头拿到尾 那拿到尾的话 这个平仓 能转100多个点吧 这就是在当时的 这样一个市场中 走出来的这种单边上涨 单边上涨 好 平仓策略跟刚才一样 动力平仓和空间止盈 动力平仓就是反向出现 反风有效 正风出现无效的这样一个点 空间止盈就是最大服务盈 保一半 保一半 好 刚才说了 这个平仓那个特点 小一二十个点 就大一二十个点 小六十个点 就保一半 少五个点 大一六十个点 那就保一半 即使大业大 服务盈 你要说100个点 往下波动30个点 就应该保盈了 它不是一个什么呢 不是一个阶梯 它是一个分段式的 注意这种服务盈 这个就是以后有机会咱再讲吧 好 那第二个交易的这样一个策略呢 是这个震荡式的这个策略 因为单是必须少速吧 十天中可能有三天 两到三天才出现 更多的一个市场应该是这种震荡式 那震荡式 咱采取得加一个策略呢 是这种策略 开仓的策略 首先一分钟都必须满足 正向有效 反向无效 也就某个风 红风呢 比蓝风大 或者蓝风比红风大 对吧 然后呢 五分钟必须变色 所谓五分钟变色 它是相当于在一分钟的这个动力值上 再加上一个力波的一个技术 也就比它更迟钝一点 咱别说力波吧 就比它更迟钝一点 去过滤掉一分钟动力值上 有的时候出现的这种毛刺 毛刺 那五分钟变色 所谓变色就是 一分钟动力值 你有效对应的五分钟动力值的颜色 你看一分钟有效 对应的五分钟动力值的一个颜色 它是红色 红色变过来 那就是蓝色 对不对 习惯的 其实就是 做多必须落在五分钟 动力值蓝色上 做空 必须落在五分钟动力值 红峰上 红峰上 你要不会记它的变色的话 就是反过来 色惨 那必须在这个均线 做空必须在均线上 做多必须在均线下 这三个条件 是且的关系 不是祸的关系 就这三个都必须满足 像途中 这一天动力值 最十点之前 刚才咱拉旺讲一个问题了 就是你的这个 大单动力值的这个有无效是 通过十点钟 对这个成交 我都来进行一个判断 那十点之前呢 十点之前是随的前一天 前一天 因为其实交易啊 它会具有一个连贯性 今天跟昨天 它是具有连贯性的 成交量的这个分布 它会具有连贯性 所以随前一天 根据前一天的这个成交额 上海的成交额 它是一个定量值 定量值千位其整 北位四舍五路 然后千位其整 北位四舍五路 得出一个值 这个值 每一档三千万 对不对 那算出 那好 这天根据这个算出的话 前一天算出一两个亿 一两个亿的话 那好 这个动力值 1.3 1.35 红峰 蓝 蓝峰呢 负的 1.04 负的1.04 那想蓝出现多有效 回落下来无效 五分钟出现一个变色 市场整体的风格注意 市场整体的风格 相对值是在正负6 这个正负4的这个区间内的一个波动 它是一个震荡式的风格 震荡式的风格 一分钟必须满足 某方有效 反方无效 五分钟必须满足 变色 上证指数必须满足 缓平勾 然后呢 在据点之下 因为要做多嘛 在据点之下 那这就是一个标准的开仓单的一个点 开仓单一个点 好 那开仓器 开仓器反弹起来 就会有平仓 那平仓呢 平仓有动力平仓 刚才咱说到 某方有效 反方无效 那想蓝 你要做多的话 那就是蓝风假如出现有效 红风出现无效 那就平仓单 这样一个节点 还有一个策略呢 就盘面资金背离 这就比刚才丰富了 盘面资金出现背离 这个通过前面的这个讲课 应该大家已经学会了 也就是形态 比前期高 但资金的比前期低 这也是一个平仓 这个是货的关系 平仓的策略是货的关系 只要出现某一种 就应该离场 还有最大空点止盈 时间止盈 所谓时间止盈 就是如果假如14.30 还是正当时 那基本上就不参与委盘 14.30就离场 如果单边式的时间止盈 那就是15点 15点拿到收盘 收盘 还有后一模式 触发前一模式的平仓 后一模式的开仓 触发前一模式的平仓 它是什么意思呢 那一定是后一模式 跟当前的持仓的方向 是相反的 如果是相同的 那就没有开仓一说 因为咱的这个策略是 没有什么半仓 昂的一个问题 都是说到的是满仓交易 满仓交易的这样一个策略 那显然就是 方向相同 那就是 共振点 对不对 就方向相反的 这样一个情况下 如果反方向能开出仓单 随后咱讲 会讲很多的一个模式 如果反向都能开出仓单 那当前持有的这个仓单 就应该终结 这就是触发贫仓 后一模式的开仓触发 前一模式的一个贫仓 好了 这就列过了 这个贫仓在这个位置上 触发到旁边资金 那个顶白零 因为市场是一个震荡式 它不是单边式 单边式 采景是说 相信动力 对不对 震荡式 你会发现 它开仓更麻烦 贫仓也是更麻烦的 对吧 震荡式 就是找个差不多的理由 进去 这个找个差不多的一个理由 出来 进去要比较挑剔 出来要比较 能放得开 放得开 因为震荡式不切机会 它不像这个单边式 好 那讲第三个 这个交易的一个定时 叫做震荡式市场的拐点 也称F点 F点 所谓拐点 那就是整个趋势上 会出现大的变化 变化 震荡向上的拐点 那无非也就下跌 对不对 震荡向下的拐点 那就是向上 为什么叫F点呢 F点 它的这个 以前叫吃饭的饭点 饭点 对不对 字母饭 也叫范围 范围 买拐的点 对吧 所以叫F点 它也像F的这个字母 也像拐账 所以咱把它弄到 咱们的交易定时 中叫犯点 F点 那F点 它的一个什么含义呢 它必须满足 首先都必须满足 一个震荡式 因为来说说 震荡式之下的F点 那一定是震荡式 震荡式反推 一定是大单力 相对值 不过正负六 那开仓的条件 第一震荡式 第二 上证指数形态冲顶 或拖底 拖衣服的拖 或者拖盘的拖 拖衣服的拖 意味着它漏了 拖顶的拖 意味着它还没漏 是一个W底 对不对 冲顶 当然是冲过去了最好 没有冲过去 做M头也行 M头或者W底也都行 但形态必须是当天的 也就是说 当天的高点 当天分时上的高点 或者这个低点 最高点 或者这样一个最低点 然后出现了防守端 N的背离 也就盘面资金出现了 背离 进攻端的背离 那当然 F点有分正和负 正的F点 正的F点 就是反弹的一点 对不对 负的F点 就是回落的一个点 回落的拐点 那途中的这个位置上 当天的动力 只是1.8个亿 作为有效 那市场在这个位置上 市场风格是 市场风格还是一个震荡式 对不对 还没讲完呢 回到 这个位置上是一个震荡式 形态冲顶 然后出现了盘面资金 不创新高 不创新高 对不对 甚至物比前一个顶都更低 对不对 更低 市场风格震荡式 动力值出现了 前风有效 后风无效 注意 这前后风之间 要有一个蓝风隔断 隔断 前风有效 后风出现一个无效 资金又出现一个顶本离 对不对 不管从大的处看 还是从小处看 它都出现一个顶本离 那这就是一个标准的F点 F4 四个条件 注意 四个条件 震荡式之下 形态冲顶或脱底之时 出现的防守端背离 进攻端背离的一个点 这是不是防守指标 叫盘面资金防守指标 进攻指标 动力指标 它就是进攻指标 攻防背离的这样一个节点 那这个节点就是一个F点 F点出现的这种概率是一个低频的 一般可能三到四天才出现一次 那有人讲到为什么前面这些 你看冲顶的这个时候 是不是F点呢 它一定不满足其中的某一个条件 某一个条件 我就不细细比较了 各位今天早 那这个位置上你看 最后的一个走法上 就是一个大的一个变盘的一个节点 其实F点有点类似 一个大的关键 当天的关键节点 震荡式的关键节点 变盘点 那平仓的这个策略呢 平仓策略 跟震荡式的平仓一样的 动力平仓 盘面资金 背离平仓 空间止盈 时间止盈 和后一模式 触发前一模式的一个平仓 这个基本上 空间止盈 时间止盈 和后面三个的这个平仓策略 是一个硬性的条件 基本上所有的策略中都可以套上 无非变的就是前面的两个 那这个动力平仓 也在所有的交易定时中都会有 动力平仓 盘面资金 背离平仓 那在单边式中 它就会没有 那在震荡式中 它就会用到 那好 这就出现了背离的一个平仓 资金上出现了显著的一个底辈利 形态双底 资金呢 出现了相差两百多个亿 两百四多个亿吧 那出现了底辈利 那就应该在这个位置上离场 刚才说到的是负F点 就往下拐的点 那往上拐的这个点呢 咱看图中的这个节点 这就出现了一个什么呢 首先开仓也满足一个什么呢 震荡式吧 这天是一个震荡式 你看最低点负5.84 开仓的这个节点 基本上都在正负4的这个区间之内 正负4的区间 是这个震荡式 然后形态上是不是出现了冲底 在10点这个节点 冲底对不对 双底这是一个双底 双底的这样一个位置上 是不是出现了盘面资金的一个底辈利 底辈利啊 资金明显 按比那个头 那个底是更高的对应的 然后呢 动力值出现了 前锋式出现一个有效 注意 这个背离是其 他的背离不是不仅比大小 还要考虑 前锋是一个有效 后锋出现一个无效 对不对 这个底对应的这个资金是一个无效的 那这个节点上啊 就是一个啊 开什么呢 开多单的一个点 开多单的一个点 那这要不要平呢 这个就看啊 满不满足平仓的这一系列的这样一个策略啊 你看这都有细的这样一个值 我就不跟大家念了 平仓啊 一来还是那五条 开仓策略四条 F4啊 啊 注意非常简单 震荡式之下啊 形态 冲顶或者脱底之时出现的攻防背离的这样一个点 这就一句话概括了 他得开仓的啊 条件啊 那平仓 动力平仓 盘面资金底里平仓 对不对 这个盘面资金背离平仓啊 那时间平仓 空间平仓和触发平仓啊 五条啊 啊 咱就基本上啊 这堂课啊 讲的这样一个内容啊 大概的这个脉络啊 就讲清楚了 首先无非就两个两个东西 一个啊 大单动力用什么样一个值啊 那他会有分为十点之前 咱复习一下本堂课讲的内容 十点之前 参照前一天 十点即十点之后 是可以十点钟的这样一个值 来进行算的啊 算的啊 乘以四去算啊 然后落入一个期间对应的啊 大概什么样一个值啊 对不对 那好 那还涉及到一个动力的一个变档 变档的一个问题 是往上升还是往下降啊 这就会 就在哪个市场中会出现呢 十点钟 它是某种市场风格 到达十一点半 注意啊 十一点半 它出现一个 市场风格的一个改变 才会涉及到升档和降档的问题 盘中的变 至于十点到十一点半 这期间的一个变化啊 不用管啊 只抓两个时间的一个节点 一个是十点 一个是十一点半 好吧 那讲完这个啊 那就呃 再说了一个市场风格的一个问题 市场风格无非也就分过六还是不过六 哦 动力值 结定你开仓的啊 方向和开仓的点 市场风格 结定你所匹配的交易策略 你是单边式策略还是震荡式策略 如果过正正六或者过负六 那就是单边滴地开仓的一个策略 对不对 滴地开仓的一个策略 那就比较简单 对不对 开仓简单 它平仓也简单啊 其实单边式中啊 考念你的就是一个能 这个胆量的一个问题啊 胆量 震荡式中 它考念你的很多就是一个操作手法的一个问题啊 震荡转这个单边 咱安慰过例的要讲这个批点啊 批点咱就不讲 感兴趣的可以去找以前的PPT看啊 然后咱今天震荡式中讲的 无非是震荡式的第二的开仓策略 第二的开仓策略 第二出现的概率是最多的 那它考虑的是三个因素 对不对 开仓策略 不仅要考虑 一分钟动力值 某方有效反方无效 还必须考虑五分钟变色 还必须考虑均线之下 均线之下 或者这个均线的一个位置 还讲了一个拐点的一个问题 拐点有分正 往上的拐点和往下拐 对不对 那总而言之 是四个开仓的一个策略 是在震荡式之下 形态冲顶或者脱底之时 意义上的防守端盘面资金的背离 或者进攻端动力值的一个背离 那这个就是是一个胜利上应该较高的 然后收益上还算比较理想的 但出击力上比较低的一个模式 那这个就是大概讲的一个 这堂课讲的前半部分 那后半部分讲的就是一个平仓策略问题 那平仓策略有三个硬性的 实践平仓 空间平仓 和这个触发的一个平仓 还有呢 根据这个现货指标类平仓 现货指标平仓呢 有分为震荡式 震荡式要相信两条 不仅要相信一分钟的大单动力值 反向有效 正向无效才平 还得相信 盘面资金是不出现顶底的一个背离 如果是一个单边式 仅相信大单的一个动力值 一分钟的一个动力值即可 那就构成一个封闭的一个 循环那个系统 这就是这个堂课 讲的所有的一个内容 那下堂课 咱会有两个新的一个模式 好了